各位朋友们平安,我是灯鹰山牧师 神的话的确是宝贵的 我相信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应该好好读神的话 仔细的研读,把自己的信仰 是直接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但是有时候你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 有些经文,有些题材 可能你觉得看起来非常的孤超 比如说耶稣基督的家谱 甚至说所有其他的家谱话 列代字上前面一章到第九章 都是讲家谱 那些人名又难读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灵修读经的时候 都会可能就会跳过去 不读那个家谱 其实神把家谱也给我们 因为叫我们知道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换句话说 我们所信的 所讲的耶稣基督 实实在在 是历史里面可以给我们有根有据 实实在的信仰 一般经文的版面的排列 家谱是这样的排列 可能弟兄姐妹有没有用过这本圣经 如果你有用过这本经文 盘面摆列的圣经的话呢 意思说 你新主的年日是非常非常非常久了 我们现在手上所有的圣经 叫做和和本圣经 1919年这个翻译过来 当时在推动国情 是当推动百华文 在推动的时候呢 我们的圣经就已经出来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手上这本圣经 和和本圣经 是走在世界的尖端 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文化 现代文化的尖端 他推掉百华文的时候 我们圣经就出来 这个内容是百华文 但是经文版面的排列呢 看起来呢 就好像还是文言文的那个排列 你看起来的时候 觉得是非常密麻麻的 你要看的时候 你要很仔细 可能你要用一张纸一只笔 一句一句一句这样子来看 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自动调好 不过一般家谱呢 一般的这样的信息经文呢 很多弟兄姐妹都告诉我 跟我分享是 基本上不是很想看 因为太密麻麻 如果你用经文分析 版面的排列 或者说是用这本 信息经文版本来看的话呢 或许你会更加的 能够看得清楚 把经文重新排列一下 耶稣基督的 亚伴到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以撒雅各都有弟兄 为什么不提 单单提犹大呢 作者好像是 要我们把重点放在犹大的身上 好了 那么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提了起码有五个 有五个女子的名字 四个是外邦人的名字 犹大从他马 亚伯拉罕也有妻子 撒拉为什么不提 以撒妻子 利巴迦为什么不提 雅各就比较多了 他有四个 那为什么不提 为什么单单提外邦女子的名字呢 犹大从他马斯 圣发拉斯和谢拉 为什么特别提谢拉呢 本来是 发拉斯圣西西伦 换句话说 当你把经文版面这样子排列之后 你去读 有许多细节 有许多你平常没有留意看到的东西 很宝贵的信息 你都可以看到 你看从这里生下来 这个西西伦 到这个撒门 撒门之后呢 撒门从拉赫世 拉赫世 另外一个外邦女子的名字 圣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士 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王 还有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 乌利亚的妻子是 波斯巴 为什么不提波斯巴 就提大卫 这乌利亚的妻子 所罗门 罗伯安 这些都是王 为什么不讲 为什么单单是提及大卫王 因为整个家谱的重点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后裔 那个重点是讲 马太的那个重点 是要讲 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 这是非常关键的事 那这样子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发觉就是有许多其他的细节 是以前可能没有仔细留意到的 我们这里这次的目的呢 不是讲解这个家谱 不是说透过经文分析排版 这样子排列 或者说这本圣经 你看的时候呢 教你能够清楚的看见 这个经文本身 有的那个很宝贵的信息 能够看到清楚一点 那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到大卫 大卫到下来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 是大卫的后裔 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大卫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那个家谱 好了 这样子下来你看 到大卫 大卫到所罗门 大卫升 这个所罗门下来 下来之后呢 一直来到这个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 这些王都有他的弟兄 为什么不提 为什么单单提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 因为作者好像希望你把重点 把重点 把焦点 把你的注意力来到这个耶格尼亚身上 这个耶格尼亚在耶利米苏22章36章这里呢 给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以致召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咒诅 王 成继皇权 他的儿子可以成继皇权 作王 但是来到耶格尼亚的时候呢 这个咒诅是 因为你做的那件事 是什么事 大家回去看神经 做了那件事 所以呢 以后他算他没有孩子 不能继续在大卫的宝座上 作王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咒诅 总统 主席 总理 是民意选出来的 怎么选也好 是选出来的 但是作王呢 你必须要有那个皇权 那条皇线下来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作王 你必须要是有那个 血缘血统的关系下来 那么这里来到耶格尼亚呢 他受咒诅 他的儿子 算他没有儿子 不能继续作王 那么后来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呢 后来就 再继续生下来的时候 耶稣就家谱来到雅各 雅各就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这是第五个女子的那个名字 这里不是说玛利亚 玛利亚生耶稣 把耶稣放在前面 耶稣称为一基督耶稣的 一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各位姐妹 这里给你们看见 如果你这样子读圣经的话呢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这里顺带问一个问题 我们说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 到到大卫 那么大卫是生索罗门 那问题是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没问题了 那大卫生索罗门 那么下面下来 那请问耶稣是不是 也是不是所罗门的后裔啊 是不是啊 那如果你说是的话呢 就来到这个耶稣 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后裔 那耶稣基督是所罗门的后裔 也是耶稣基督的后裔 那耶稣基督就受咒诅 因为耶稣基督的后裔 不能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 好这里基本上 所以为什么这个马太 在路加给我们另外一个家谱 从路加福音里面 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家谱 是大卫生拿丹 原来大卫有好多儿子 一个是所罗门 所罗门下来到约瑟 路加福音记载的是 所罗门从拿丹下来 很多学者相信 路加福音的那个家谱 可能是在记载 这个玛利亚的那个家谱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马太福音记载 大卫从所罗门到约瑟 那么路加福音记载 大卫从拿丹到玛利亚 到耶稣 所以这个所罗门下来 那个耶哥尼亚 所受的那个咒诅 就不领导耶稣基督身上 耶稣基督是合法合权 是神所要差派来的 做王的那一位 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这是非常宝贵的事 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 分析牌版本圣经有兴趣 把经文版面排列 你看得清楚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透过这个电邮 还有通过电话 网我们的网站 跟我们来联系 我是邓一山牧师 我真是很盼望弟兄姐妹 能够真是好好来 研读神的话 基于在 这个圣经上面 我们又推出了 圣经分析 这个分圣经信息查经班 这个查经班是 你先做功课 创世纪十课 有十个礼拜 每一课有六页制功课 你先把功课做好 做好之后 再来分享 再来对答案 和听众姐妹对答案上课 那么跟着再去听一个信息 这个班已经推快 推出来已经好几年 从2009年 0809年开始 现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查经班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跟我们联系吧 愿神大大的赐福美味